来看到学子的巧思为了开发更多绿能资源 台湾环保联盟举办水力发电设计比赛 邀请全国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学生一起脑力激荡 其中来自大甲高中的师生团队 将废弃轮胎、塑胶水管等环保素材打造成水轮机 透过水渗流动带动机械运转进而产生电力 充满创立的水力发电机组 也让他们成功夺下高中组金奖肯定相当不简单 将水轮机放进水渗当中 透过强劲水流带动机械运转产生电力 由大甲高中师生团队所研发的水力发电机组 全部都是用废弃轮胎、塑胶水管等环保素材组装而成 充满创意又稳定的发电方式 也让他们成功夺下水力发电设计比赛 高中组的金奖殊荣 我们用轮胎来做水力发电 轮胎有个优点 就是轮胎重量重 它惯性就大 所以会产生一个叫飞轮效应的原理 飞轮效应就是它重量越重 它转的时间就越久 我们就是要让它转的时间 能一直保持最佳状态 这中间的过程中他们遇到很多问题 好比因为我本身教工程力学的部分 那摩擦力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那滚动方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慢慢在探讨过程中 就是你来模仿过程中去商量说 如何让摩擦力大大降低 让效能大大提升 由台湾环保联盟所举办的第三届水力发电设计比赛 邀请全国大专院校和高中职学生一起脑力激荡 今年大甲高中一共派出两对参赛 除了一组夺下金奖肯定之外 另一组由三个女生组成的团队 运用脚踏车轮圈 压克力板等废弃素材 成功打造出水力发电机组 也获得佳作肯定 这边就是以水的推力来进行运转 然后水经过这里之后 它会以一个水位落差来转动 然后产生动能 需要很多东西 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不会让学生动手做 如何让一个物体运动 运动只是一个体现一个能量的状态表现 那如何把这个中间能量抽取出来的状况下 是他们需要学习的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讲求环保 全世界都在讲求环保 跟能量上的探索 绿能上面是现在主要的推动能力 那如何让他们在新接轨的时代上 先学到新的东西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对象来讲 是一个无限可及的一个非常好的课程 校方表示这一次参赛的学生 以建筑科为主 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投入研发 而且透过实际操作 不但能够更了解力学原理 以及发电机组等专业技能 也能够启发他们对绿能发电的兴趣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